去年9月的一场州选举导致沙巴成为全马第三波疫情的最大源头 尽管当地新增病例已经下降到了每天100多宗甚至是更少的水平 但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取消全国各州的跨线禁令时 却没有把沙巴纳入其中 就是担心当地的疫情会死灰复燃 沙巴首长纳杜哈兹兹表示 为了让各地人民顺利接种疫苗 州政府已经在全州设立了195所疫苗接种中心 去年10月初确诊新冠肺炎 治疗后康复的沙巴首长哈之之 上午连同48位前线部门高官 在联邦行政大厦接种第一剂辉瑞疫苗 意味着沙巴正式开启疫苗接种计划 沙巴获得了首批辉瑞疫苗当中的16380剂 一直到4月1日沙巴州还会陆续收到5批疫苗 设计划 哈芝芝透露 州政府在州内设立了195所疫苗接种中心 同时成立一支以州秘书拿督沙法乌东为首的特工队 确保县议会和社区领袖扮演好角色 协助人民完成接种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